外国人是如何收割南瓜的 不同样式的机器作业 一天收割上百亩 南瓜是一种很好吃的瓜果类蔬菜 口感香甜粉面而深受人们喜爱 在世界各地都有种植 南瓜种植容易收割难 尤其是大面积的收割 如果人工采摘 那是费时费力的事情 要是能像收割土豆一样采用收割机收割 那就会大大提高收割效率 也能减少大量的人工 其实国外收割南瓜 已经采用了收割机 而且收割机的种类还不少 今天咱们就来见识一下 外国人用机器收割南瓜的场面 感受一下现代化农业机械的魅力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首先看到的是美国人收割南瓜的机器 这是一台大型的南瓜收割机 前面是收割装置 后面则是分剪台 收割机收割的时候 先是利用最前面的滚轮和贴地产配合 将南瓜和藤蔓一起卷入到 镂空的传输带上 当传送到尽头的时候 藤蔓则被上下转动的滚轮卷走 留下来的南瓜再次进入到 横向传动的传送带上 而传送带是联动抖动版的 通过抖动能将南瓜上的泥沙震掉 然后南瓜继续被传送到后面的分剪台 一两个工人站在那里对南瓜进行分剪装框 有这样的收割机 整体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一小时收割10亩地 那是小菜一碟 下面来看看西班牙人的南瓜收割机 不过它需要主服两台机器相互配合 才能完成收割任务 并且还要用到几个人 也可以说这是一种 介于纯手工和机器收割之间的方式 但这样也能提高收割效率 收割机作业的时候 主机器负责收割 它前面有一个很长的横向传输装置 它慢慢往前开 农民朋友们在里面将南瓜摘下来 放到传输装置上 而辅机器则负责将南瓜运输 从主机器传过来的南瓜到达辅机器上 在这里完成装框 对于用来实用的南瓜 上面的收割方法还是相当好的 不过对于只需要南瓜子的南瓜 要是用上面的收割机就不管用了 就需要用到下面这种收割机了 这是俄罗斯人收割南瓜子的机器 需要用到两台机器 收割的时候 先用这台机器将南瓜扫到一块 机器前面带有一个斜质的挡板 机器开过去的时候 先将藤蔓切断 然后用推板将南瓜推到一边 一个来回 就推出来一条南瓜带 这样方面后续的收割 接着就用第二台机器 这台机器负责将南瓜子分离出来 它又后侧有一个带有许多钢钉的滚轮 机器前进的时候 滚轮就将南瓜扎起来 传送到后面的分离滚筒里面 经过分离滚筒后 瓜瞑被打碎 从机器里吹出来了 而南瓜子就留在机器自带的料仓里 料仓装满后 通过一个传送管 被转移到运输车里 还有一种收割南瓜子的机器 是德国的 这机器比俄罗斯的更先进 只需一台机器就能完成任务 它前面是切割和滚轮装置 负责将地上的南瓜藤切割 并且将南瓜送入到粉碎分离装置 最后瓜瞑被粉碎后 从后面出来掉到地里 而瓜子留在储存箱里 外国人收割南瓜的机器真先进 即使种上千亩的南瓜 对于他们来说 收割起来也毫不费劲 开开心心去干农活 高高兴兴地收回家 在他们眼中 干农活比在工厂上班还要轻松自由 关键收入还不比在工厂上班低 真心令人羡慕 不知道我们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收割机 如果没有 大家觉得值得我们引进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